美丽的声音回荡在山里间 小朋友透过天籁般的美音 唱出太亚族的骄傲 这里是新竹县桃山国小 一个看似平凡的山间小学 却是一个以天籁的美声 文明海里外的合唱学校 孩子们都是太亚族部落的小朋友 他们透过音乐 让更多人认识桃山部落 我们桃山国小 可以说是地主比较弱势的地区 可以说是文化不利的地区 但是我们小朋友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就是他们的歌声 这样的天赋 这样子的才华 可以因为这样的歌声 传到世界歌迷 多年来 合唱团指导老师苏美娟 搜集了许多太亚族的鼓调 经过编曲与重新的曲势 让这些老年家 能哼上两句的歌曲 成为部落美声的代表 经过老师与小朋友的努力 桃山国小合唱团 收邀在2012年双十国庆大会 领唱国歌 部落里的每一个人 都以他们为骄傲 有着他们的努力 相信原乡的天赖美声 将得以永续地传唱下去 四年 chillachillachillachill